好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朗年情有一個叫做 金德怡 金定怡的路上 他這位路上為帶頭的騙貸款的一團 牽涉到軍人家 不動散到營買家的案件 跟銀行騙貸款兩億 雖然主責跟酒吧的地政書 都已經向以上發辦 但是檢調單位繼續來對中 就位這個銀行往來的文件當中 發現重化銀行跟華南銀行 要有兩間的民營的銀行 有部分的主管跟行員 都跟騙貸款的集團來告結 做應用兩份的客戶 跟賣賣客戶的金額 跟優管招待 讓銀行順序一一月 調查局所數約定 四間銀行總共九的人 然後分配一五萬到二十萬 搞不好團 那就是賣客戶 對我們 我們會有兩位 賣客戶 尤其一件事 在現在這個銀行 要有兩桶 你再收視 金額 尤其一件事 至於 楊 尤其一件事 這就是 現在 有兩桶 就算 需要 有兩桶 很有兩桶 他就能賣客戶 沒有兩桶 這就是 不需要 不需要 用金價的價值買 用金管的價值買出去 拿無老實的買為客友 金價貸款的押賭 還要準備 投機款在當買儲同帶來人益 這個過程還買通銀行銀行丸 拿比較漂亮的商品 賣水金價貸款的總押賭 銀行百千之後 再到收金管的 commission 但銷售有人頭利用 賣零限期 如果利息無限分 但時間前的超過就不用賢貸款 因為出給賣水就算銀行打賣 本拿回來 資金銀行隆重損失獎益 不動財的建價銀行一般來說 不會針對特定的物件 只會針對聚異性的交易價來評估 如果沒有雙重積合或是被蒙蔽 很容易被鑽漏洞 怕買出真早台 若銷售銀行 申批者發現 申請 舊代人的資料競聯百百項 還穿成功介紹比 當地世界頂戶的介紹館 主動不完之後 才抓到這個險緩 英文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